第二个问题 当地也有一些通灵人士到处宣扬 他们是或离或伐的 因为净空法司也找像他们这样的人 请老法司开始 这个有一些 他这个里头程度高下不等 那么你们说如果程度比较高的 那么他说的呢 一般说的说准确性就大 有些事情可以找他们提供参考 可以 决定不能够听从他的教导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只 我们只向他提供参考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多半都是关于灾难的 或者也有个人 有些个人生病 病常常是什么 常常是冤亲债主附身 他们能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们一般看不到的 我找他们就是有一些信徒 他们生病 在这个医疗的时候很困难 找很多医生治不好 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 就找到他们 让他们去看看 是不是冤亲债主附身 有的时候他能够查得出来 真的是冤亲债主附身呢 那就必须要给冤亲债主化解 我们用佛法的方法 等于是调节 但是冤亲债主 绝大多数都会接受 接受调节 他离开了 那个医药就很有效 他就很快就好了 这些事情 你要小心 要很小心 很谨慎 不是一般通灵人 都有这个能力 通灵的人很多 你要有缘找到比较好一点 比较这个等级高一点 才能提供你这些参考资料 他后面 后面所说的 这是我以前讲过的 老法师说过 张家大师曾经说 清朝灭亡 就是因为加急复乱 说如果此风大行 佛法是否会受此重创 请问学佛者 应持什么态度 与原则面对其神通者 那么佛法受重创 已经是到严重难以收拾的地步了 我看我们还不会受他的冲击 重创是什么 重创是我们不肯认真去学习 这才是佛法的重创 如果我们认真在经教上下功夫 这些问题 不是我们找他 是他来找我们 他找我们 他来求皈依 他来求天经 来求学佛 来求自己超生 绝大多数 这些灵媒找我们 是为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懂 佛法要行 是要靠真正有如法修行的人 佛法才能够行我 但是佛法在今天 修学困难 但在说没有好的环境 学会动乱不安 我这个一生 居无定数 几十年来 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居住 很少超过三个月 非常非常难得 这两年来 能够在香港 住这么长的时间 这在我一生当中 很少有 但是香港的环境 你晓得 我们在此地居住 讲经还可以 要在这里办学 就不可能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寸土寸净 要在这里 办一个 不要说大吧 小规模的 十几二十个人 在一块修学的 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有地方 有这个环境 有这个能力 有其他的因素 在那里不能常住 所以语言 确实决定一切 那么现在 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们用语言程教训 同学们 无论在哪个地方 只要是每天 我们都能在一起学习 你每天 准时收看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 学习的过程 常年不间断 我相信 对大家都有帮助 都有好处 我是念念当中 不忘了 希望能有十几个人 不超过二十个人 在一个小环境里面 真正能够 按住 像闭关一样 不要在东西奔走的话 如果有个三年五载 我们都会有小成就 要能够有个十年八年 那就有大成就 这是我们一个愿望 不容易 很不容易 能够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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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